娱乐至此,金钱至上,明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 陈伟廷到底单没单身 这个难题,她承认过的恋情至今只有阿萨 而这已经是2015年的事情 这七年间,她不是没爆出过恋情 2017年有巴西嫩魔 2021年有合遂 或许是想要维持梦中情郎的人设 她从未表态过 毕竟粉丝都是女友粉 单身,才可万人了 但最近,陈伟廷似乎有些翻车 口微风向两极化 一部分网友和她的新CP嗷嗷上头 另外一部分,则对她的不知分寸多有意见 然而,当把这个事情捋下来 发现最糟糕的,其实是第三种人 陈伟廷最近和张若南一起上了档综艺 主题是呼吸自然,体验慢生活 但这不重要 重点是,因为这两人的加入 慢综成了练综 虽然主要的目的是为新剧做宣传 但两人在节目中的互动 还是填到网友想把民政举办来 全世界都给我磕陈伟廷张若南 往死里磕 不怪网友如此疯狂 实在这两人的一举一动太暧昧 初登场就让夹在他们中间的王子义 酸得汪汪叫 陈伟廷跟张若南打招呼 假装不熟 调侃喊她姐 接着就主动谈到 固存了对方很多丑照 上来就是 我俩很有故事的节奏 丑照这东西 关系不好到一定程度 都不敢拍吧 陈伟廷想炫耀两人关系好的心 一目了然 而王子义 看着他俩一言一语 一脸无措 甚至想离开 夹在中间的王子义 不Q 当两人发现 彼此的穿搭很像时 又一起娇羞的拧过头 如此粉红浪漫 网络上剪辑两人CP像的短视频 如雨后春色 摄影拍到的两人站在镜头前 一个吹头发 一个洗脸 网友看到的 婚后生活 但在这一群 磕晕了的声音中 却有一批不同的声音 何岁 是不是别人不伤心 就把别人当傻子 何岁 你们当我死了吗 这群网友站在何岁的立场 替他不平 尴尬 足以形容这个场面 陈伟廷和何岁的关系 还有人不知道吗 但在这一场关系里 他该以何主身份出现 何岁 传闻中 陈伟廷的女友 证据来源 是狗仔的拍摄 2021年8月14日 一段视频标上热搜榜 这是一段狗仔蹲点 多天拍到的视频 主角是陈伟廷和何岁 两人连续几天 频繁见面 第一次是8月8号 陈伟廷健身后 司机开车 前往某酒店 随后 何岁走出商店 进入车子 两人一起回家 第二次是8月11号 司机将陈伟廷送到高铁镇 随后返回陈伟廷家 接何岁 司机将何岁送到健身房 完后 再把何岁送回陈伟廷家 第三次 18月13号 陈伟廷出差回来 司机先接他去健身房 随后 司机返回陈伟廷家中 接上何岁 送他出门办事 连续三次 何岁出入陈伟廷家 用陈伟廷的司机 你眼人都能看出来 关系不简单 不是情侣都说不过去 有网友看到消息后 回忆起自己曾有知情朋友 见过他俩出现在同栋楼里 还有个先知帖 在4月份就说过两人在一起了 经此种种 两人恋爱的消息 在网络上基本盖章 而且双方都未回应 按一人动则澄清 动则起诉的臭毛病 这种听之认之 要让吃瓜网友认为 他俩是在默认恋情 一个玉系男友 一个超模女神 郎才女貌天造地设 百年好合 路人基本是祝福 就等他们官宣 港媒在12月份 还报道两人 到了见家长的程度 如此一来 官宣也就不远了 然而期待中的喜唐没来 却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插曲 陈伟廷的官配 从何岁变成了张若南 全网都在夸陈伟廷张若南好配 而何岁成了隐形人 这搁谁都尴尬 于是就出现了一批 替何岁名不平的人 而何岁近期的动态 也为质疑不寻常 何岁近期晒衣组 勇装照 超模的身材一眼就让人垂涎 但这次的重点是他的肚子 从这个角度看上去略有点突起 角度有点刁钻 可能是视觉问题 那再看看这一张 正常拍摄直立状态 肚子隆起 更明显 尤其是左边镜子 把圆滚滚的肚子映照得更加明显 这对于一个超模来说不正常 他们对自己常年的要求是这样的 这照片引发了很多人的遐想 纷纷询问是否怀孕 再翻看他最近的个人动态 选择的衣服也多是宽松为主 难道真的怀孕了 那陈伟婷不仅不公布 还和别的女人玩暧昧 想要知道答案 只能交给几个当事人 但是这个瓜的重点 不在于讨伐陈伟婷是不是渣男 我更想要给大家看的是 和岁的评论区 在和岁疑似运度的评论区里 充斥着大量这样的留言 他逼婚的样子好可怜 炒作戟热搜自己买的吧 跟陈伟婷传绯闻的多了去 也没见自己买热搜挂一晚上 你这宣誓主权也太高笑了 陈伟婷和张若南就是好配啊 不服气 还有给他刷绿茶的 持这种观点的 便是这个故事中的第三种人 他们的留言可见 他们看不起和岁 觉得他配不上陈伟婷 陈伟婷普通演员 和岁国际超模 就这样的缘分竟然配不上 搞笑吗 不搞笑 因为在一些人眼里 和岁是离过婚的老女人 和岁在2014年曾晒过结婚照 具体结婚对象是谁不知 但后面采访时 他表示已单身 于是因为这 和岁被骂是二手货 一些人极力反对两人在一起 只要不是和岁 谁都可以 所以当宣传的官配 变成张若南时 很多人举双手赞同 而和岁却不时去的 突然上了热搜 扰了他们的姓 于是一盆脏水向和岁破来 他把屋化成上赶着 做陈伟婷老婆的女人 有路人质疑 怎么知道热搜是和岁买的 结果被删评论 不过这是到底谁是谁非 并不是关键 通过这件事情体现的观念 才是真的让人无语 微博上类似的言论不少 加油吧 陈伟婷就一个 宁理案里宣扬辞敬那一套 点开这条微博的评论区 更是惊呆众人 全在重复一句话 陈伟婷就一个 各凭本事吧 陈伟婷再帅 也不过是个男人 需要让张若南和和岁 不扯头花来争抢吗 没必要 男人多的是 张若南跟和岁 这条件追求的男人也是排场队 他们不曾屈尊要某个男人 如今也无需为一个男人大打出手 因为陈伟婷被诋毁的女生 不只和岁一个 2017年 陈伟婷和巴西女魔传出恋情 事情源于陈伟婷主动点赞这位模特 于是网友顺藤摸瓜 发现两人有诸多同款 例如陈伟婷的爱犬 女方曾晒过 后面沙发上露出来的一件 绿叶子外套 从伟婷穿过 还有一件红色大裤衩 也出现过在女方的社交平台上 如此细节加起来 基本上可以认定是在交往 但粉丝不愿相信 其中一个原因 便是陈伟婷点赞的女方照片 过于性感 加上没有实际同框 更觉得不可能 但媒体很给力 没多久就拍到 女方和陈伟婷一起吃饭 而山边随行的 还有陈伟婷的家人 直接进街道见家长的程序 粉丝慌了 但最后一层的堡垒还没过 那就是陈伟婷一直未官宣 于是粉丝抓着这一点 开始攻击女方炒作 一群人溜进她的社交平台 对她身材样貌进行攻击 甚至对她的穿着和职业 进行荡库羞辱 言语误会不堪入目 在一次活动上 女方更直言被陈伟婷粉丝生命威胁 恐怖如斯令人打寒 这种地主小老婆的粉丝心态 可怕至极 这个女生被骂 何罪也不被带着 一说起两人有恋情 都是女方在炒作 但女方被曝光 不是陈伟婷自己抖出来的吗 可遂这次被骂 也主要是陈伟婷主动 她在综艺中 对张若南就一直处于积极状态 看张若南未选材料烦恼 化身救星出现 上来就是先搂人手臂 吃饭还主动给人夹菜 言语甜蜜输出更是不少 开场她说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 我就很喜欢跟张若南录真人秀 中场她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很自动的想去保护她张若南 总是做令人想入非非的事 讲话也非常暧昧 明明是自己界限不明 最后受伤的却成了女人 陈伟婷是吵cp 还是和和醉谈恋爱 都只是一时的娱乐新闻 但反映出来的观念 却让人咋寒 陈伟婷很帅 很多人的男神 没有错 但不该到所有女性 都要辞尽的地步 张若南 和醉 巴西嫩模 都不是男人的附属 他们有各自的优秀和独立人格 我们拒绝被当作男性资源 互相竞争 当年 圈妹曾被问 有人要和你抢男人怎么办 他爽快 应答 让给他 男人多的是 是啊 男人很多 白白就白白 下一个更乖 更何况 他们都是佼佼者 本身就不弱 有钱有貌 有名有利 配得上所有人 所以和男人在一起 与其委屈求全 做小福低 不如算了 解的天下很大 好了 这期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